结果还出了一些小小的乌龙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比如说 歌手出身 他对于演戏这回事情就并不是那么喜欢 我们薛之谦 天天 你就歌手出身嘛 选秀出身对不对 你现在喜不喜欢演戏啊 会不会遇到像张亮颖这样的情况 有演戏的干脆唱就好了 开玩笑 演戏你知道我最近一直在演 来 先给我切一个镜景 整个人框起来 这是我的画面 OK 你知道吗 我跟亮颖有一区同工之处 哦 怎样 我跟亮颖是同时出道的 你们知道吗 他当年是超女啊 他当年是超女的 我是我新我秀的 我们当时是同一届出道了 开玩笑你看看人家现在 这样说来的话 他比我还要高一个等级 因为我被我新我秀淘汰了 哪里有亮颖 你看看现在你是站在那边的 我坐在那边 你看到底谁高一个等级 别这么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高一个等级吗 看人家混得多好 我没有觉得我们才要穿 我只是说我自己而已 哥 错了错了 来 给我一个镜景 你看看 莫名其妙就嗨了 没有 是真的 因为亮颖老师当年我记得 我听你一首歌 你先把老师两个字去掉 谢谢 就真的你知道我心目中是老师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有当时有首歌我特别喜欢 就是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 那歌我爱死了 就写得太棒 唱得好 张莲言老师唱得也好 那歌是我那个时候 我觉得特别好听的一首歌 那个聊完了下一个 没有啊没有啊 刚刚说到你演戏的事情 刚刚那个话题挺好的 继续 刚刚说到你演戏的事情 对我最近也是有在演戏啊 怎么样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刚刚不是说你要演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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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演你以为呢 还一直在演 这场的气氛不对啊 这场气氛会有点干我觉得 那天我觉得冷掉了 冷掉了 什么冷掉了 进来广告广告回来 好非常好非常 谢谢谢谢我们的苏尔峰导演 你看演员还是要说 需要这个导演现场来控制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余朦龙 最近这个戏也很火 对你在演戏方面 有没有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心得啊 你说亮尹你看他喜欢唱歌 能不能把演戏和唱歌完美的结合 让他提起更多对于演戏方面的兴趣 呃 其实我以前我也我也是参加比赛唱过歌 然后 我其实是亮尹的一个小粉丝 对 哎呦 亮尹的唱片我一直都买 我现在表情特别的不正常 哈哈 然后亮尹呃第一张唱片里 第一张EP我就买过 嗯 里面有首歌叫光芒 哎呦你的意思是你要唱两句咯 我不敢唱 我不敢 我们现场来验证一下 他到底是不是你的真粉丝 哎朦龙你也参加过那个这个唱歌比赛的是吧 那说明你唱应该也是ok的啊 来现场来一段就好了 来来来 好 来有请于朦龙 来来不要怕唱 那我就想要亮尹那个光芒唱几句 ok 嗯 渺小的我 只要歌唱 就能看到光芒 风雨着玫瑰 只要榨根在土壤 总能够绽放 好开心 哇唱得好棒哦 好开心哦 哇唱得好棒哦 好开心哦 哎 鸿龙唱得好耶 我刚跟进去我突然发现 不对啊这是男生的key 不对啊 不是他不是他不仅是男生的key 他是唱的男生里面最低的key 低到爆啊你唱的真的好哎呀 早知道我唱了 这场好冷狂没有人接话 今天有失水准的 对啊我觉得唱的不错 但是亮尹接的更好 对对对千千因为好久没有回来 他需要稍微试一下这里的场 最近赚的比较多 对我们大家认识于蒙龙吧 知道吧 他拍的是什么剧啊 对就是乐视独播的太子妃 他演的是酒王 对 酒王 对对对 所以今天我们请来的每一位 其实对于亮尹都是有了解的 对对